客客不愿转台结账 竟拿整条卫生纸 砸全联店员脸 著名连锁卖场2月16晚上 发生一起顾客拿整款卫生纸 怒砸卖场临性供逐生的事件 原因竟然只是 店员让他换到另个柜台结账 他已经把暂停收引的用好了 我这里就没人 他硬要过去那里 他说我这里可以帮他结 然后他就开始大声的说 为什么他可以结 我不能结这样 然后他就边走过来然后边骂 然后他就说 不一定要来你这里 你很嚣张什么的 然后他就动手了 就拿那个卫生纸就打我 男子砸完人后 账也不结了 禁止离去 被砸的工作生委屈表示 莫名其妙被砸 对方欠他一个道歉 为什么我要品牌无非被打 我没干嘛 我觉得他至少要给我一个道歉吧 我没有理由 就品牌无非被他打 我不是领薪水给他打的 律师指出 监视器虽未录下男子辱骂声音 且砸卫生纸也不至于使人受伤 但该行为显然有在公开场合 使人难堪之意图 被杂地人可依刑把公然侮辱罪 提告对方 而卖场员工表示 这名白银男子 常来买东西 但态度都不佳 那个男生是常客了 就他其实每次态度都不太好 之前还会丢钱什么的 东西文高雄报导 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